謝謝,然後我也有PowerPoint 但是你們幫我放就好了 我在這邊跟你說下一頁就可以了 那大家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談論這一波的 這個限改跟憲證思考上的一些問題 那我跟吳瑞恩老師很像 我其實今天本來另外有研討會一整天 但是當時接到同學的這個email 那我總感覺說可能是比較急一點啦 因為比較近的時間 所以我想說可能是有一些需要 那我就答應了 那我也總覺得說 只要有同學願意談論限證限改的議題 我都是很樂意無論如何握出時間來支援 那也因為如此 我剛剛看到一層我就感到很害怕 也不好意思的是說實際上 我這個場次講完 我必須要參與另外一個 這個本來就四五個月半年前就已經派訂的事情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留下來 這個跟大家一起做提問與討論 那但是如果等一下對我報告的許多的問題 那因為我其實也都在台大法律學院 那在座也有非常多這個朋友同學 那都可以隨時對我講的東西 可以來問我或跟我聯絡 那好在我看到其實顧律師也很早就來了 那早知道顧律師很早就可以來支援 我就可以解脫這個酒精 然後我看到還有好幾位 劉老師、許老師 那幾位這個老師們也早就在這裡 所以我也想要解脫一下 我等一下那個道德的酒精 就是我必須講了之後卻要離開 那我其實人也還是在法律學院 就是參與另外一個問題的討論 那這個抱歉完之後回到這個正題 那這一波三月不管我們說是318太陽花的學運 或318太陽花的運動 那反映出來的這樣的一個限改的反思 限制的思考 那我自己覺得是很值得珍惜 那但是它究竟是不是有足夠的能量 能夠成為一個新的限改的時刻 甚至成為一個新鮮的運動 我想還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 那這個也因此只要是在這個之後 有許多的限改的討論 我都會覺得很珍惜 尤其看到大家這麼早來 然後關心這樣的一個限改的議題 事實上我都覺得很難得很不容易 那台灣從1990年代民主化開始 就一直不斷的有這個限改修憲制憲的運動的討論 那除了我們比較熟悉的 那1990年開始 那幾次憲法徵修條文的這樣的一個限改的討論 那到2005年其實也還有一次 那國民黨跟民進黨聯合起來修憲 那使得我們公民覆決修憲其實入憲 那但是那一次對於國會的體制的改革 有一些正面的當然有一些負面的結果 就是剛剛岩老師提到的這個在政黨比例 在國會的代表性上選制上有一些問題選而未決 那實際上今年的318學運不是第一次在思考 這個上一波限改到2005年之後所留下的問題 台灣公民對於限改憲政的關心 事實上從90年代甚至到2005年之後 從來沒有一刻停過 我倒是想要提醒大家今天如果對這樣的討論有興趣 事實上在2005年限改之後 許多的公民團體就很不滿意那一次限改的結果 那實際上就組成了一個21世紀限改聯盟 有許多的公民團體透過非常新的這個審議民主的討論 那做了非常多的討論 然後也提出了一步 他們認為這個台灣應該要有的新的憲政的論述 新的憲法 那那個那一次整個2006年 許多從草根民主審議民主 從社會團體角度提出的那些憲法的論述 其實我有時候我自己會讓學生會讓很多朋友看到 但是很多時候我覺得並沒有得到這個 許多後來繼續關心限改運動的人的重視 那我其實覺得我們常常必須要站在別人的肩膀上 那一起不斷的累積那個努力 那如果每一次的努力都是重新開始 我都覺得有點可惜 那這也是想要讓大家再回去看看 事實上那時候許多的公民社會團體寫了一部 叫寫給台灣的憲法情書 那談到台灣實憲 台灣公民憲改的理念 其實跟我們現在提出來的很多東西都非常的相似 那那個努力其實完全沒有被台灣社會看到 但是他們無論如何還是花了很多的禮拜六禮拜天 我也有參與要去寫了那一部給國家的情書一個新的憲法 所以21世紀憲改聯盟的所有資料都還在網站上 其實我也很歡迎大家再去看 那剛剛吳瑞恩老師提到的 這個台灣現在有的這部中華民國憲法 有一個一直很重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台灣跟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關係 在憲政上的處理我們大家都知道是重要的 那但是在1991年的1992年的這個憲改的時候 那他被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憲法徵修條文給處理掉了 他就是說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的人民的關係用法律來定制 那後來就變成兩岸關係條例 那後來也就進入了許多法律程序的這樣的處理 那我們現在面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來解決這件事情 台灣勢必這個必須要共同的來面對台灣跟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的關係 那是繼續用現在憲法徵修條文那一條的這樣子一個授權法律 那又把它叫自由地區這個非自由地區 用大陸這個兩岸關係人民條例的方式來處理 還是我們怎麼樣在一個憲政的層次上來面對這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這個修改掉徵修條文的那個規定 那在憲改的層次上來修改 或者如同彥老師或者是吳老師剛剛所說的 必須要制定新憲的方式來透過制定憲法獨立建國 那可是這裡有很多矛盾性 因為如果我們真的認為我們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那在這裡頭怎麼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憲改的層次上又如何來處理 那這件事情事實上是對所有關係台灣憲政的學者 或者是人民來講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倒是看到大家早上一早來思考這件事情 那下午也有一些草根論壇 我倒是覺得大家也許可以集思廣益 來想一些這個過去的人從來沒有想過的方式 到底怎麼樣面對那個徵修條文現在 把這個非常複雜的台灣跟大陸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甚至跟中華民國的關係 在憲改的層次上在新憲的運動上來處理 那我覺得非常多人提到這個理念 那我不覺得在這裡理念是個問題 也許是在需要溝通 但是在憲改的技術層次上以及憲改的議題層次上 那其實這個問題是全世界比較憲法當中 沒有人遇過這麼困難的問題 那我倒覺得這個是大家可以發揮這個想像空間 再進一步來處理的 那我今天要處理的問題我覺得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是這個人權的問題下一張 那嚴老師剛剛在很快的這個討論裡頭 就已經提到我們現在台灣所適用的憲法 是一部叫做中華民國憲法的最重要的規範 那在台灣目前的這個共同憲政秩序底下 大家還是把這一部中華民國憲法 以及他這個90年代開始所有的憲法徵修條文 當作是最高的規範 那在這個徵修條文以及中華民國憲法 所形成的這樣的一個共同的民主憲政秩序下 那我們在這過去這個20多年來 形成一個民主憲政秩序的認同 那這件事情是沒有問題的 比較有問題的是 那這個憲政秩序到底是台灣是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什麼 那以及這個憲政秩序下 我們還有很多不滿意的事情 例如國會的代表性、政黨 以及上一階段的這個憲政改革 所沒有改到的部分 那尤其是修憲的困難度 我們現在修憲的困難度 那幾乎是相較於很多國家的憲法 幾乎是很難、不可能 那還有一個令人不滿意的問題 就是本來在這一部1947年 這個生效的中華民國憲法 這個人權的清單的保障上 那它是一部非常簡單 剛剛顏老師其實很快 這個兩秒鐘就帶過去 這個憲法人權清單 因為太簡單、太簡略 簡單、簡略到它幾乎是所有憲法學者的共識是 它有必要要修改、有必要要新增 那我今天也許就利用這簡短的時間 讓大家比較實際上的看到說 它到底多簡單、多不足於保障人權 下一張 那中華民國憲法其實在憲法第二章 規定人民的權利義務 那這些人權的清單 事實上就是我們現在在這個共同憲政秩序底下 那我們的司法院大法官 也就是這個最權威的憲法解釋機關 最終的在決定到底在一個非法的集會 有什麼抗爭當中 那這些人民有沒有權利在這裡 那以及到底死刑 是不是這個可以繼續 那以及到底當警察用棍棒去驅離人民的時候 那這是不是有違反了人民的權利等等 那這些條文有時候其實我們很不耐煩的看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去看它 因為它是這個 目前我們共同的憲政秩序底下 最根本的人權清單 那你可以看到它真的規範的非常的簡單 那這個雖然我等一下要離開 但是我看到在大家的書面資料上 這個我們院裡頭的陳昭如老師 也針對人權的部分寫了一個東西 那我想是因為昭如因為我們院裡頭公書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辦法來報告這個部分 那它的論點其實跟我今天要給大家看的東西 其實非常的相似 那我相信這個事情在台灣憲法學界裡頭也是非常清楚的共識 下一張 那你可以看到說我剛剛給大家看到的第八條 人身自由的保障稍微比較清楚之外 那我們對於這個集會結社自由 對於言論自由 對於秘密通訊自由 對於這些生存公過財產權 在線馬上都只是講了這個權說到英語保障 那你可以發現說它非常的簡單 簡單到什麼程度呢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往前回去好抱歉 對啊 簡單到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是從第七條到第二十一條的這個規定 那在這十幾條的規定當中 頒好了一些義務的規定 那同時它在第二十三條也規定了這些權利 那它可以限制 那當然後來透過大法官的解釋 那強調了這裡頭的限制 必須要合乎憲法上的一些比例原則等等的考量 同時也必須要以法律才能限制 換句話說 國會制定的法律才能限制 但是這幅憲法允許限制這些很重要的基本權利的這個目的 所以倒是蠻寬鬆的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 增進公共利益 那你可以看到這些文字 也許你很熟悉 也許你覺得 憲法上對於人權的保障就是如此 但是並不是這樣子 那下一張 我今天沒有機會給大家看到這些人權公約的內容 但是我剛剛跟你講到中華民國憲法這一部 在這個二四戰後很快制定的 我們學者都會說它是一部老舊的憲法 那它到底多老舊 它對人權的保障多麼的不足 你單從時間就可以看到 在中華民國憲法制定之後 其實有一部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 那這部人權宣言裡頭 其實它規範了很多社會經濟文化性的權利 那這些權利在剛剛中華民國憲法的清單裡頭 你並沒有看到 那等一下因為有同學會討論比較勞動社會方面的權利 看到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就有 而且我們還是沒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在世界人權宣言之後 去落實這個宣言 讓它成為公約國際法上有效的權利的 兩個這個很重要的國際公約 1966年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跟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兩個公約都在1976年生肖 這個年代我相信對你來講已經很久遠了 但是這兩個公約裡頭所保障的權利 其實有非常多的權利 沒有規定在中華民國憲法 舉一個非常簡單 當你被國家暴力用棍棒打的時候 那個不受酷刑的權利很清楚的規定在世界人權宣言 很清楚的規定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但是它完全沒有在中華民國憲法裡頭 這是一個 那還有非常多 例如你被國家打了 你想要知道打你的警察是誰 是誰下這個令 你想要取得這個資訊 這樣一個資訊取得的權利 在這個宣言在這兩個公約裡頭也都有 但是在我中華民國憲法裡頭也沒有 那所以我只舉這兩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就可以看到說中華民國憲法 事實上它對於基本人權的保障是多麼的不足 很多時候你會覺得很挫折 那那個挫折其實是其來有自的 因為一個憲法上的人權清單 它是一個王牌性的權利 它可以去對抗違反憲法的法律或政策 但是如果我們憲法上的王牌清單這麼少 那你能夠去對抗法律或政策的王牌的權利 就更少了 所以這個我想陳昭露老師提供的這書面資料 跟很多你也許過去有機會聽到的 憲法學者的人權論述上 這件事情確實是我們根本的問題 而且還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下一張 中華民國憲法很輕易的允許這個基本權利的限制 他剛剛我講到23條 雖然透過大法官的解釋有一些保障 必須要有法律 必須要有比例原則 必須要等等一些要件 但是他還是很輕易的 在幾個目的下就允許基本人權的限制 上一張 那回過頭來 你會很驚訝的發現 但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卻並沒有一個這樣輕易允許 這個基本人權限制的概括性條款 沒有 舉例來講 我剛剛講的那個 當你被警察打的時候 那個國家如果對人民施暴的那個行為 如果違反了不受酷刑的權利 這樣一個不受酷刑的權利 在這個1966年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裡頭 他是完全不可以限制跟侵害的權利 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 不受酷刑的權利裡頭 沒有允許例外可以限制的條款 沒有 他沒有一個像我們的憲法二十三條一樣 說你雖然有這個不被打的權利 但是如果我基於公共秩序的需要 我還是可以打你 沒有 沒有 所以這個國際人權公約對於許多人權 在後來即便你看到這裡 才是40年代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發展 他對人權已經有很大一塊的進展 但是中華民國憲法 卻一直停留在1947年的 這樣一個很簡單的人權清單裡頭 那很有限的保障裡頭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人民在實現自己的人權 在對抗國家的時候 常常會感到有很大的挫折感 那我今天也準備了一些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努力下一張 中華民國憲法這個問題在下一張 其實在民主化以來 在我們共同享有的這個憲政秩序底下 這個做最權威的憲法解釋的司法院大法官 其實他慢慢的有一些努力 法律人也慢慢有一些努力 那更多的是這個公民跟社會運動者 在衝撞這個體制的時候 他需要去要求他的人權 也有很多的努力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這個大法官也曾經去做了很多 補充這個人權清單的解釋 那我接下來就跳比較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有性民權下一張 有婚姻自由下一張 有這個性行為性自主的權利 這個權利是重要的 這個權利對台灣將來多元的性傾向 性認同的保障是一個重要的 可是大法官在解釋這個權利的時候 還是很輕易的允許這個非清單上的權利 可以同時受22條跟23條公共秩序 這個社會風俗的這些限制 那所以雖然有了這個權利 但我自己的感覺是有跟沒有一樣 台灣多元的性認同跟多元的性傾向 可能很難受到這個性行為自由的保障 那不像這個我剛剛講的60年代70年代的公約 它其實對性傾向性認同有更清楚的保障 下一張隱私權 憲法也沒有喔 那大法官解釋進去 下一張這個受國民教育以外的教育的權利 下一張秘密通訊自由 下一張名譽權人性尊嚴 再下一張 那你可以發現剛剛跳過去的這些 剛剛很快讓你看到這些權利 原來我們現在透過憲法解釋有保障 那但是陳昭露老師在書面資料裡頭也提到 那表面上看起來你好像可以安心 放心 但事實上大法官在透過解釋 加入這些新的人權清單的時候 同時也加入了很多的限制跟要件 它保障的程度並不像我早一點給你看到的 這個國際人權公約裡頭那樣完整的保障 所以大法官自己有時候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他在增加人權清單的時候 他會去參照股市價值或國際人權下一張 那所以他在做解釋的時候 也曾經引用過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在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發展出來的 整個國際人權秩序 例如在587號解釋裡頭 就提到了兒童權利公約 然後保障了這個子女要求知道他這個血統來源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權利下一張 再下一張 那比較近的這個709號解釋裡頭 大法官也很難得可貴的去看了金色文公約裡頭很重要的一個居住權 可是大法官不曉得是有意還是無意 我認為他是有意 他只解釋了這個居住自由裡頭 那的這個享有好的環境的居住的自由 他卻完全忘記了在金色文公約裡頭保障這個居住自由 有另外一個面向是那不被強迫拆遷 不被強迫搬遷 不被破遷的那樣一個自由 所以大法官雖然用了這個公約上的權利 他卻只選了一面講而捨棄的另外一面 那所以我們很多人全學的都提到說那你好不容易用了金色文公約的居住自由 你為什麼沒有用這個這個金色文公約裡頭 第七號第14號一般信義件書可以去保障不管是像樂森 不管是像這個文靈的這個士林文靈院的這個王家等等的這些這些論書跟權利 可是很可惜的大法官就是沒有 他反而引了居住自由說我要保障這些多數人的居住自由 以來限制你這些少數不願意搬遷的這個居住的權利 那所以大法官在引用的時候我們很這個遺憾的發現說他其實有一些問題 再下一張 那當然他有時候有一些進步像7.19號解釋 他也去用了這個國際保障原住民的這個相關的公約 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甚至是這個國際勞工公約裡頭有關於 原住民工作特別保障的積極權利措施的相關的條文 那你看起來好像是正面的 那可是陳昭老師在他的書面也知道說 但是他的論述非常的不足 那我們也不足以看到他是不是真的有意思 要將這樣子的一個人權清單落實 下一張 那接下來就是我能夠想到的這個貢獻給大家 也許在思考這整個新的憲政憲改的時候 對於人權的這一塊 我們可以怎麼樣的採取一些比較積極的行動 可以怎麼樣的來想 那現在在這個台灣的這個共同的憲政秩序底下 對於人民的權利保障實現比較大的問題是我們剛剛都看到的 清單很少保障不足 儘管大法官有做一些努力 但是這些努力很有限 而且有時候他是選擇性的 對於一些權利他選擇性的納進來 或者選擇性的做那個權利保障的某一個面向的解釋 那怎麼樣突破這個問題 那實際上我們還是要談一下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公民運動一直有在繼續 一直有在努力 所以過去這幾年來我們其實透過 將核心國際人權公約的內國法化 兩公約有批准有施行法 C道消除對於婦女一切歧視的公約 所謂的婦女人權公約有批准有施行法 那各位可能沒有注意到 那埋沒在去年許多比較嚴重的這個憲政的危機 其實我們也有兩個比較進步性的事情 是立法院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的施行法 將兒童權利納入內國法的保障 以及生障者的這個權利公約的施行法 但問題是這些公約現在納進來了之後 透過公民人權團體對於立法的遊說 納進來了之後它都只有法律的位階 它並沒有辦法真的拘束我們這個憲政秩序底下 最高的權威解釋機關就是大法官 那所以我認為還是不足 那因此下一張最後一張 因此我能夠想像得到的 那也許丟出來供給大家思考 在這一波的憲改運動裡頭 我們怎麼樣來面對我們這個人權保障不足的問題 那陳昭露老師在他的書面裡頭已經提到 有一個方法他提到加拿大 那其實這樣的例子還有非常多 是在憲改運動裡頭 將比較進步的國際人權公約 不管是這個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或者是歐洲人權公約 將他直接的完整的清單內涵的直接憲法化 那這裡可能就要變成是透過整個憲法這一章的完整的修改跟替代 那另外一個我認為是比較現實比較可行 那也許是這個簡單的在修憲底下的一種方式 那是將國際人權法的包裹憲法化 那這裡頭有很多國家也採取這樣的方式 是在憲法裡頭放一個條文 那這個條文明白的規定 國際人權公約的這個人權的規定 在這個憲法秩序上有一個優先於法律 那甚至等同於憲法的地位 那透過一個條文的方式很簡單的將這些人權納進來 那或者是要求法院在解釋的時候 必須要參考這樣的一個人權公約 那至於第三種方法我比較不建議 因為我們事實上現在已經在做人權法的這個內國法化 但是效果我們看到大法官並沒有完全的遵取 那還有一件事情我認為在人權保障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這整個憲改的推動上 事實上最重要的核心的人權是降低公民權的面領 那這個因為等一下會有人提到我就不談 那大家也看到蘇格蘭公共這一次他是允許16歲 16歲以上所有的公民 因為這裡牽涉到對於一個國家憲政權途的決定 他有淡季正義的問題 那我們這一代適用的新的憲政秩序可能再不過20年40年 那但是新的一代適用的憲政秩序它卻是要60年 所以所有的憲改公投在現在的這整個國際憲政秩序發展下 它都是越來越降低 而且甚至有時候會為了特定的議題 而特定的去降低公民投票的人數 那蘇格蘭這次公投是高中生都可以去參與辯論跟投票 那我想我就講到這裡 介紹大家時間不好意思 謝謝張老師 那接下來我們請就是活動的總召 幫他感謝莊給三位老師 謝謝 還有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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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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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我們上班場先到這邊 那麻煩 大家在11點的時候回到我們自己下班場 謝謝